嗨 大家好 我是姐姐 今天想和大家一起聊聊日本人的生活习惯 以及亲戚之间的相处方法 好 今天就来看看我去走访日本亲戚 吃的一顿午餐吧 一般走访亲戚朋友 日本一般不大会家里招待客人 今天我们就四个人来到这家家庭料理店 叫Cocos 它是一个家庭料理店 不管年长年幼还是男女老少 基本上都可以找到自己想吃的东西 很适合长时间的聊天 谈笑 价格也比较失踪 一般主菜都是1000元左右 然后加你喜欢吃的别的东西 一般人均在2500左右就可以吃的比较满意 这玉米汤是一个人240 三文鱼蔬菜沙拉790元一盆 小鱼蔬菜沙拉590元一盆 然后又点了一盆赵玉沙拉690元 然后又点了一盆赵玉沙拉690元 然后煮菜是1人1天280元 デザ。 要配套 今天花费八千九百六十五元四个人消费 全部有亲戚付账 但如果在日本是朋友之间的会餐 都是AA制 来日本久了才知道 这样的做法并不是日本人小气 而是下次还可以有愉快的聚会 最后就给大家说一下 日语叫親戚付财 友達付财 中文意思就是亲戚朋友的相处往来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希望大家提出建议和意见 谢谢